对右侧的这颗红球两波能不能看到 左侧的两颗红球应该看不到 这个局面被粉球还是挡住了一些 现在红球这个局面 那就是千军一法了 任何一颗红球的防守失误 因为黑球在带口 很有可能 就是葬送整盘比赛前面的所有的努力 这个看似瓶颈死水啊 实际暗藏着各种杀机 就很难处理啊 还落后21分 应该能看到很薄的边 这右侧这颗红球的右边有机会 底带 有没有运气 靠近中带这颗红球的右上脚底带 给马克尔留下进攻机会 这个球肯定是要攻的了 马克尔领先21分 只需把三颗红球顺利的收下 就可以超分 看看这根准度 出问题了 看看红球停的位置 梁文博有一个机会 这局球已经打了30分钟 看一看啊 薄了一点 薄了一点点啊 不需要考虑较位啊 母球回到下半区就有的打了 关键是准度啊 关键是要下的红球 对应该说这个应该梁文博的强项看一看啊 好球 位置 有机会啊 经过一段僵持之后 嗯 终于是梁文博抓住了一个机会 打落一颗红球 看看接下来这两颗红球怎么办 虽然打落了一颗红球 但这个局势对于梁文博要想超分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啊 大家可以分析一下这个局面啊 绿球三角四 非常困难 母球 运气还可以啊 还不错 嗯 应该说今天在运气 这个环节上 我稍稍有点战先 常说这个受到幸运女生的吹净 其实在这么高水平的对决当中 有时候这个一点点运气确实还左右了比赛啊 但前提是你确实得有实力啊 全靠运气不行 看看这根准度啊 看看这根准度啊 看看这根准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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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力量 停 嗯 刚好叫到黑球 25比37 嗯 还落后12分 高跟发力量库 刚好叫到这颗红球 啊 这几杆应该说 打的还是显示出了梁文波这个比较良好的状态 对 但是这几杆之前啊 嗯 就判若两个人 我还在擦拭一下球杆啊 他也在调整 其实梁文波呃 自从那一次市井赛进入八强以后 应该说这一段时间他的进步还是很明显的啊 调整自己是作为一个职业高水平选手 必须具备的素质 我看啊 想踢绿球 没有踢到 这是我刚才强调的就是难点绿球啊 绿角咖啡啊 梁文波很清楚啊 所以他在尝试着如果绿球把它踢起酷边 那么相当于叫咖啡就容易的多了 第一次尝试解决这个难题没有解决到 打粉球 第一杆的左侧旋转 嗯 这太不应该了啊 看看比分 三十七比三十四马块领先四分啊 绿球叫咖啡球的这个难度 马块同样需要面对 滴杆 没准 但是那绿球叫咖啡球啊 确实非常艰难 领先了六分 三十九比三十三 六分 很关键 很稳啊 马块尔采用了我把绿球打进去先拉大比分 然后我去跟你拼这杆咖啡球的防守 不强行交位了 咖啡球的力度很关键啊 有机会啊 有机会 本一是将木球停在粉球后方啊 力量稍稍轻了一点点 嗯 梁文博准多啊 他还是怕这个咖啡球力量打大了 咖啡球停到这个左上角底带 但是反而 轻了母球没有回到粉球的下方 看梁文博这杆准多啊 梁文博必须要轻抬 应该说咖啡球打下 篮球顺利较到 应该没问题啊 就是属于梁文博的 关键是这杆的准度 看看梁文博这杆准多啊 很关键 打包了 嗯 看看有没有运气 还算是好 还还可以啊 看看 这边防守 看马上过来看啊 利用篮球 应该是留到了一个缝隙吧 不知道我们还会不会有别的角度来看这个球 嗯 挡住了 对 凉库啊凉库 凉库要够咖啡球 好球 看看 啊有远先进攻了 有 像刚才马克尔留给梁文博的机会一样一次远线 42比33领先了9分 打进咖啡不行 必须要叫到篮球 对 应该说马克尔 从本场比赛打到现在 应该说远线的命中率还是不尽如人意 看看这个关键的这颗咖啡球 嗯 关键的时候啊 而且轻松的叫到了蓝色五分球 领先了13分 打入红蓝色的五分球超分 很轻松 这样经过了三十多分钟的苦战之后 马克尔终于是拿下了这场关键的第四局比赛 前四局双方是战成了2比2平 三冬 interestingly 是 FE 以来 第二 记者 一